大家好 在春季很多花友给自己的兰花分株换盆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萌发更多的侧芽 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给它更好的生长 我这两盆分株之后 每隔十天给它浇一种雪 现在新芽长得非常多 也非常壮 养蓝的人都知道 分株可以提高发芽率 当蓝虫过于密集 根系盆根挫折 养分消耗殆尽 这个时候适当的分株 有利于它萌发芯芽 分株之后 为了让它更好的萌发芯芽 更好的恢复生长 我用XB101天洋活力素 滴滴兑五百毫升的水 然后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们每隔十天 给它沿着旁边慢慢的浇透 也可以粘到喷符里面 给它喷湿一样面 XB101天洋活力素 它可以提高兰花的根系活力 增强兰花的炉头细胞活力 促进它更快的萌发芯芽 更好的恢复生长 等芯芽萌发了 我们可以用蓝筋网通用型的营养液 一堆五百毫升的水 给它每到十五天浇灌一次 含有丰富的蛋淋甲元素和中微蓝元素 能促进兰花根系生长 提高发芽力 起到壮苗 壮根 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触发的作用 一些新手的花药呢 我们上盆的时候可以放一种这种长效的磨肥 因为有效期长达一年多 和根系接触不会导致烧根 也不会夏天高温容易释放 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特性 当植物的根系需要养分 它会往往释放养分 不烧根 特别适合一些新手的花药 好了 再见